马可福音十三章五节 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耶稣在橄榄山上对圣殿而坐 几位门徒私下问耶稣关于圣殿被毁的时间与预兆 耶稣反而先要门徒谨慎免得被人迷惑 并且预言将来会有些人自称是基督 而且要迷惑许多人 接着就提到主再来之前的征兆 就如打仗地震饥荒 这些都是主再来的前兆 谨慎原文是谨慎小心防备的意思 而迷惑原文是引入歧途诱惑的意思 耶稣在第六节接着说 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 说我是基督 并且要迷惑许多人 所以耶稣在这里 显然特别要提醒我们 漠视会有假基督的出现 并且要迷惑许许多多的人 因此我们要特别的谨慎 小心不要被异端邪说 所欺骗迷惑了